今天配那个法式囊啊 法式囊病的疫苗 这个差不多 250斤 配 20瓶 然后每一万之几 差不多是这样 两个水手的 发生了这种粉剂 现在开始放水 这个其实是井水但是昨天打的 不是是自来水 昨天打的 所以现在的话 一天的时间这样晾着也没多大问题 可以用来配置一样 这边水池的开关打开 然后又能过来 同时还凉了它的刻度 水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这一个刻度的话是200斤水 这就是说三个 四个 差不多 四个不到 这边就是我们的养鸡场 这些棚都是 当时设计不是太合理 但是也没办法 哪边是我们家小家伙 我刚来就在干活 没时间喂它们 待会把狗粮给它们配上 看我们家的养鸡看着我 养鸡 养鸡 一一一 喝得好 来疯 来疯 最好的那个 法师囊疫苗 然后里面还有六包的那个就是疫苗搭档 主要是维生素之类的 因为水壶不是太多 所以 我们要把边缘的鸡 都把它擀一擀 这样让它 疫苗做得完全一点 必须要在两个小时以内喝完 走 这只小鸡基本上就没卸了 给它它活蹦两条 不长肉 渴了它们两个小时 做疫苗之前一定要渴两个小时 这样的话 它们才会 喝水喝 喝得比较快 又死了 这也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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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是在啄湿喷泥的 也是尴尬 鸡有提过手动为它喝点水 还是会喝的 这个是在喷地下 这个还没死 带差不多了 它的脚不行 你看 这个脚比直的 连连腿不行 估计也得死 十七指 我先锁了十七指 两个小时之内做完了 全部做完 然后疫苗搭档大家都知道了 它其实就是维生素 维生素A 维生素D3 维生素E